精彩回忆 中国文艺中午版 每周五晚十九点 推出60分钟暑期特辑 攀长江 蹦汉林 全家齐上阵 西游记 《红楼梦》 经典再聚首 7月8月每周五晚十九点 中国文艺暑期特辑 记忆关注 暑假期间 今天亚洲版中国文艺 改为周一到周四的 十八点十五分播出 周末版提前到周五的 黄金时间十九点播出 敬请关注 如果您在线回看中国文艺 请您关注CCTV4 官方微信 微博 让我们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现场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的 《中国文艺》 这里是周末版的录制现场 我是主持人孟胜南 欢迎各位的到来 欢迎你们 今天即将登上 我们中国文艺舞台上的 是一位来自陕北的 黄土高原的女孩 如果我们形容她的话 一定会用时下 最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她 这也是观众朋友们 为什么喜欢她的原因 那就是这孩子接地气 来 请各位准备好 你们的掌声 你们的欢呼声 请出今天中国文艺的主角 青年歌手 王二妮儿 我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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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艺的主角 天下的黄河 几山几道外 几山几道外里 几山几条船 几山几条船上 几山几个盖 几山几个那扫棍 要好把船办 几山几个那扫棍 把船办 要好把船办 好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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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娘 大家好 我是王二妮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观众到现场 我非常高兴 我也很感动 我会好好为大家唱歌 瞧瞧实在孩子 难怪有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你 其实说到二娘 真正被咱们观众朋友 每一个人认识 不得不提一个重要的平台 是什么呀 星光大道 对 也是星光大道啊 让二妮走上了自己事业的 金光大道 所以咱们首先看一个短片 看一看二妮的星光大道之路 2007年 怀揣梦想的王二妮 带着乡亲们的期望和祝福 走上了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 一曲嘹亮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和淳朴的陕北妹子形象 一下子征服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 星光大道是展示人生风采的舞台 重赞采语 成呗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情友团 还有我的助演 谢谢大家 第一次参赛的时候 成绩不好 我对他就非常赏心 说我这山丹丹丹丹唱的 什么不地道的 我当时主管我就鼓励他 我说你不要被怪 你靠你先天的赏赢条件 天天的游游感觉 你肯定能把山丹丹丹唱 本以为再也无缘星光大道的 王二妮却因为人气最高 而回到了年度总决赛的舞台 在众多多艺多能的选手中 只擅长民歌的尔尼 即使一副天地亮洒 俘获了全国观众和评委 却因为严格的赛制 而未能拿到任何名次 这令所有喜欢他的人 都深感遗憾 甚至为他不平不甘 虽然一次次地 与冠军师之交臂 但王二妮甜美清脆的歌声 却激起了各界人士 对这位原生态 陕北民歌手的赞许 他被誉为 星光大道上的无冕之王 黄海一颗辣辣花花哟 时时地爱四个人 你还记得吗 你最早能演出 能有很多观众来看你 那会儿你多大 四五岁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唱 但是那会儿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嘛 是我爸爸给我讲的 那依我们现在的说法 二妮应该是个小童星出身呢 那我们来猜想一下 二妮四五岁就开始演唱 那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能给家里赚这个 怎么讲出场费了吧 那个就是我跟那个洋歌队的时候 没有那个演出费 没有出场费 但是每一年那个 结束的时候会凭奖 我就每一年都是一等奖 一等奖有奖品没 有 还有特那个特得奖 然后会讲那个 很多很多的脸盘 毛毯 还有就是生活用品 床单 备造 从那个我跟那个 跟了那个洋歌队表演以后 就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买过脸盘 就都是我赚的 当时因为其实家里那个 也就是没有多少钱嘛 买这些东西也那个 挺费钱的嘛 我就赚这些东西 我妈都特别高兴 就觉得哎呀 我那个家里就赚这些东西 补贴家用了 补贴家用 她都挺开心的 嗯 小明明我不丢手 有两句的能够纸香花 爱个个儿的启笑头 走路你走大路 我外表走小路 大路上的门人耳朵 爱了花花却又错了 哥哥你走西头 小妹妹哥是哪流 提起哥哥你还要走西口 小妹妹哥对长流 苏春旧大马儿口 小妹妹哥不丢手 有两句的能够纸香花 爱个个儿的启笑头 成人耳朵 不过以下 过以下 但我离开灾 你还要走西头 离开中 温妙美丽 就好聊得多朋友 多爱从小网鸟鸟鸟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哥是哪流 一起哥哥你爱要走西口 小妹妹哥嘴长流 苏川旧的门口 小妹妹哥不留守 有俩去哪个只小花 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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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大楼大楼上的那个人多 爱怕花花结有葱 爱怕花花结有葱 ynth Madonna 要问2Q一个问题 你看观众朋友刚才说 最初认识你是哪 我是星光大道 在你在星光大道当中获奖 被更多的观众知道以后 你觉得你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变化其实说实话特别多 其实我横孝的时候 在我们村里演出 就有很多很多认识我 很多很多的人认识我 各个村里的人都认识我 就直到那个 谁家的那个女娃娃 唱得特别好 然后就来我们村里 开演出什么的 然后我到了参加工作 到了县里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县里的人 都认识我 然后我参加西瓜大道以后 就认识的人更多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是一个名人 真的就像二年说 她没夸张 在走上咱们全国的 星光大道的舞台之前 二年已经是当地的 这个非常有名气的 年轻的歌手了 其实二妮的歌唱道路 也是从她的家乡 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开始的 所以我们说二妮的过往 说二妮的成功 就不得不提那片 生她养她的生活的舞台 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去看看二妮的开始 这是陕北 距离榆林市一百里地的 一个叫冯家湾的小村子 1985年重阳节的这一天 村民王喜林 刘彩霞夫妇 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宝贝女儿 我是从这个窑洞里边长大的 我生在这个窑洞里边 因为大女儿的名字叫燕妮 所以二女儿就随姐姐叫了二妮 从董事起 二妮就经常和姐姐一起打猪草 放牛 放羊 帮着家里做一些力所难及的事 就是家里边挺忙的 一到夏天了 秋天了 不是要生秋啊什么的 干活 然后我爸老找我 但我小时候我记得 我特别喜欢开小说 然后我每次他找我的时候 他哥哥找不找我 你知道我在哪儿藏是吗 然后我就每次会藏在我们家 后面这个窑洞里边 靠上放很多很多的粮食 那时的山北农村虽然贫困 可在四里八乡 谁家有盖房子 娶媳妇 生孩子等喜事 都要摆喜酒庆贺 每到这个时候 都是小二妮最开心的时候 她总是拉着奶奶的衣巾 跟着去凑热闹 因为那儿不仅有好吃的东西 更有让二妮着迷的央歌和小调 那些祖辈口碑流传下来的民歌小调 她几乎听一遍就能够记住 时不时的还能唱上几段 二妮五六岁时的一天 爸爸王喜林正和一些村民 为爷爷搭摇动 在一旁玩耍的小二妮 用砖头碗筷搭起了一个小台子 自己站在上面 学着大人的模样唱起了歌 我说 把学生在这个艺术界方面 好像比一般人有点留感 从那以后 王家有个会唱歌的二妮的消息 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于是 王喜林把女儿送到了自己 弟弟的央歌队里 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娃娃 连同我们的侄女 这两个娃娃 这两个娃娃我们平时在这个楼村 也到村里头人就打过 王小雁 这个娃娃你有没有 我说有 这人这个蛮床都抖来了 好像几个村子都捏得看看娃娃 一家无礼路的建恩堡有一座戏台 这个戏台对于王二妮来说意义非凡 这个舞台就是我小时候登上的 人生的第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你看现在这么华丽 我小时候我记得没有这么好 就是一个土台子 也没有这么大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当时特别小 我在这个舞台上整整地演了七八年 也是从这个舞台上历练了我自己 给我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我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村里的 霞青们唱歌 演出 每一年周月都会演 然后从登上这个舞台以后 我就陆陆续续的登上了很多的舞台 大大小小的 很多很多更大的舞台 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 这个舞台应该是我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舞台 一个短片让我们了解了 阿尼心中当中那个最重要的舞台 就是村头的那个舞台 阿尼是最初考这个异校的提议 听说就是你父亲说的 是吗 最早发现我有这方面贴富的 也是我的爸爸嘛 然后他就一直很关注我 小时候就是做我上羊歌队的时候 也是他的主意嘛 等到了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就是他其实一直在想着说 让我进一个唱戏的那个剧团呀 就一直想给我买二虎 买琵琶小时候 可是到现在都没给我买 我给他买了个琵琶 因为那会儿其实乐器还是挺贵的嘛 他买不起 然后就想着说 哎呀哪个剧团来了 他就要把我带走 让我跟他们学 但是一直没有那样的机会 有一年就是 我和我姐姐在学校看到一张 招生简章 然后就是是那个 榆林市百花衣式学校招生 然后我看到了以后 我就回去告诉我爸爸了 然后我爸当时特别高兴 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说他决定把我送去这个学校 戏校让我去学习 我妈特别不同意 就说我太小了 而且就是他将来说 没有文化的话以后怎么能行 就那会儿就好像能从学文艺 就好像有点不负正业的那种感觉 说你得让他好好学习 好好上学 我姐也不同意 但是就我爸坚持让我上那个异校 一方面他觉得 我不是有这方面那个贴富吗 他就一直想着我这个发展 再一个就是家里兄弟姐妹多 我姐姐那会儿上大学 因为我姐学习特别好 就是每一年她都是三好学生 然后她就说肯定要有一个取舍 就是让我姐去读大学 然后让我去学这个 可能会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 学费不是特别贵啊啥 她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然后她就把我做到那个异校了 那你刚才说好像学的是戏 好像没说学名歌 是我听错了吗 没听错 因为我唱名歌就是小时候在村里 就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 反正没学过 但是我上异校的时候 学的是戏曲舞蹈专业 等会儿 舞蹈就是舞蹈 戏曲就是戏曲 戏曲舞蹈是什么专业 就是又学戏又学舞蹈 你在异校的这段学习成绩 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 看看什么叫戏曲舞蹈 来一段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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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就耍一点那个枪 我们有请二妮儿 给我们耍一段花枪 来一段花枪 来一段花枪 那你这段花枪 对 他也要在买 吃 没有 没有 需要 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就生活费就是你 我那会儿就一天最多花三块钱 这么节省 就那个学费每一年我都交不上 就第一年开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去邻居家呀 就是和我爷爷家呀 我二爸家凑的这个钱 然后让我开学了 开始念了 可是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就是没有钱了嘛 然后他就出去打工 他没有什么技术 然后就干的是那种苦力活 然后他就为了多赚点钱 每一年过年都不回家 当时是挺小的 有时候不能理解 父亲的那种辛苦 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 去打工 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年 就是我学费交不上的时候 我爸爸就是 就很长时间 我爸就不来找我了 我花的没钱了 然后就是不知道咋回事 其实我爸在那个工地上 活已经干完了 找不到工作 然后他就和国地上 那个人借了五十块钱 说我的女子现在没有钱了 你能不能借我五十块钱 我要先给他续上 教学费 就是续上生活费 然后我再去打工 然后再供着他 然后跟他借了五十块钱 就是那个厨房 有一个做饭的叔叔 他给了我爸六个馒头 六个馒头 然后就说 你在路上的话 就是饿了你可以吃嘛 但是我爸到学校来找我了 把五十块钱给我 把六个馒头都给我了 说那个 我在路上 我是一个大人 我可以想办法吃饭 但是你在学校 我不能让你饿着肚子 然后就把五十块钱 和这个六个馒头交给我了 然后我爸就背一个包 那个是大冬天 然后他就走了 我记得我当时 我是在学校门口去送他 是冬天 我家还下学 然后我就在那儿 一直看着我爸走越了 我爸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看着他 就走得看不见了 我就在那儿偷偷地哭 当时我一下我就感觉 我的爸爸特别地不容易 我就觉得 我上这个学 我一定要刻苦 我一定要用功 将来有一天 我不希望我爸爸的辛苦 白白的付出 我一定要 要让他觉得 为女儿的付出是值得的 对 二妮儿讲这段故事吧 我听得越听越心酸 真的爸爸当时不容易 但是就是为了支持女儿 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他自己吃了好多苦 他都咽下去了 但是 面对着父亲背影的那一天 二妮儿默默许下的那个心愿 他今天实现了 所以今天看在你在舞台上演唱 爸爸心里 也是不是由衷地喜悦啊 他挺高兴的吧 因为 其实我现在觉得 我爸是农民里面 最有野光的一个农民 最有远见的一个农民 这话你对着那个镜头说 爸爸能听见 爸爸 你是一个最有野光的农民 我能够有这样的爸爸 觉得特别地骄傲 特别幸福 二妞儿的爸妈 现在在老家 咱们观众朋友们也用掌声 祝他爸爸妈妈健康长寿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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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上了新的衣裳 咱们给大家再来一首 家乡的歌 善美的民歌好不好 好 这个歌主要显得是 留守在农村的妹妹 唱给在城里边打工的 哥哥的一首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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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词曲 吴嘉雅 学校的天空 夜夜的霓虹 森林那沙果的拥有白云 变化的造型 酱美的面容 围不过清香的拉花花 大雅 你往哪儿飞 我的心天有 请带走 大大的鞭子 帅又帅 帅多起哥哥的心坎儿来 哈香的原谅 哪有假消败 哥哥 你要先想明白 大大的鞭子 帅又帅 帅多起哥哥的梦里来 美美的水 只等哥哥来开 等到三代的儿花又开 小姐 我们就想办事 小姐 你要先专门 还有小姐 我送鞭子 大吉小姐 老师 小姐 你要先来 小姐 我也送鞭子 小姐 相对 小姐 上个乡 小姐 你要先来 小姐 你要先来 唱的情歌歌啊 你往哪儿走 从我的心切扭 请带走 大大的鞭子帅又帅 帅打起歌歌的箱坎来 他乡的原谅哪有假消败 歌歌没有写下明白 嗨 大大的鞭子帅又帅 帅打起歌歌的梦里来 美美的锁钰 歌歌来开 等打散打打花又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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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机会永远是给 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小小的二妮儿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非常成功和顺利地 考取了安塞民间艺术团 那在那儿 小二妮儿的生活 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那儿 她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去了解她 安塞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 这里不仅是黄河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 也是保留传承 中华古老文化 最集中最完整的区域之一 享有标谷之乡 民歌之乡的美名 1999年 刚刚组建的安塞艺术团 到榆林招收演艺人才 王尔尼当时唱了一首挂红灯 颜色非常甜美 音乐感觉非常地好 应重节奏 等方面非常吸引人 当时我看到王尔尼就是眼睛一亮 我发现这是一个高音乐的缺失 好妙子 王尔尼和同班的十多个同学 成了安塞县艺术团的第一批成员 她是五月份到台的 六月份就参加了 演艺室的美歌比赛 她是获得了特别角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 这玩意很有切图 艺术团的演出任务非常繁重 这位王尔尼提供了 很好的认识机会 也让她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 这位孩子们非常肯定 非常认识的 像安塞的岛底子 像明哥大王贺玉堂等等 像民间的老艺人学习唱明哥 她在一步一步教育地学习 经过这十余年来的 认证磨砺和学习 王尔尼的唱歌的水平 特别是山北里的水平 带到了飞跃的发展 2001年春节刚过 只有16岁的王尔尼 代表安塞县 到北京参加 首届农民歌手大赛 她拿淳朴的歌声 打动了所有的评委 荣获一等奖 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9号选手 来自沙西的王尔尼 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呢 今后当一个歌唱演员 到北京唱歌 为全国人民唱歌 我那会儿长得不靠 那个叫婴儿肥 那也是你非常可爱的时刻 我刚才在想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幸运 因为我们一般对一个人 表达住院的时候说 祝福你梦想成真 但是短片里我们没作假 那会儿小二妞儿的梦想 今天成真了 你真的在北京唱歌了 当时没想到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当时 是我的一个梦想吧 我就说出了那样的话 我想这也是老天 对勤奋人 有天赋的人的一分眷顾 安赛的学习 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刚刚去的时候 他们就派我去沿岸参加比赛 去省里参加比赛 去全国参加比赛 每次获奖了 他们都会给发奖金 然后还会就是抱蜘蛛行 然后让你去 鼓励你去参加比赛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参加很多很多比赛 其实倒是 也获获很多奖 那会儿特别小 然后在安赛 我就会去下乡演出 然后还有接待性的演出 也会出国演出 我们那会儿经常出国 就是打安赛妖狗呀 明街歌舞 我觉得在安赛这段时间 历历了我 我可以说是在安赛成长起来的 这块土壤培养了我 所以我就是 对安赛感情特别深 二妮小小的身材 看得很孱弱 就是个女孩子嘛 但是人家真的很全面 你看我们看到她耍花枪 唱歌都没问题 人家在安赛民间艺术团 还有一个活学到了身上 告诉大家你是什么 安赛妖狗吧 对呀 那不是你身上的本事吗 其实就是只要你要考到 安赛民间艺术团的人 就必须要会打安赛妖狗 安赛的人啊 上次99下次高会组 都会打妖狗 今天也特别有缘分 昔日在安赛的同事呢 也来给这个二妮加油助阵 她们呀也带来了妖狗 不但绑在了自己的腰间 也给二妮准备了 那我们用掌声 有请二妮和她的同事们 为我们带来安赛妖狗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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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希望她好好的上学 可是她就要搁着我去学唱歌 然后我到了安塞参加工作以后 她就搁着我来了 我就勾着她上学 把这那个什么的 唱歌她没学过 但是她条件还可以 所以今天咱做姐姐的节目 妹妹肯定要来捧场 掌声有请王小妮 她就搁着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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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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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不得不说 那就是我们中国 民歌界的泰斗级人物 王坤老师 能拜王坤老师为师 其实是很多歌唱演员的 一个梦想 但是很难做到 其实他在我参加 新光大道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注意我了 他发现我可能 身上这个气质啊什么的 就跟他有点像 然后就是他那会儿 正在筹拍那个白毛女 准备重新排这个歌剧 然后他一直在 在学这个鞋的人学 然后他也想借我 然后我也想借他 通过一个导演的那个介绍 然后我就去找他了 找他 当时我给他唱了一首歌 我很紧张 他说我气一直提着呢 我说我特别紧张 他也没有表露出来 有多喜欢我 然后我就回去了 但是就是那次是 他有一次深深演唱会嘛 我就参加了 参加了以后 我就慢慢地去 去他家去得多了 然后他好像就慢慢地 慢慢地就喜欢上我了 就越来越喜欢我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想跟王老师学习 然后我就说 王老师我想和你学习 你愿意收我当你的学生吗 他说我愿意啊 然后就这样 我就成了他的学生了 王坤老师的确 身边还是有一些 年轻的学生的 那么这些学生很多 都像二妮一样很质朴 可能来自大山里 可能没有经过太多的 专业的培训 但是就凭着那份真挚 还有那副好嗓子 王坤老师看中了他们 那我们今天现场 也请到了一位 王坤老师的学生 可以说跟二妮是师兄弟了 他是大家非常熟悉 和喜爱的 原生态歌手高宝丽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高宝丽既然来给你 这个捧场 二位也一定会给大家 有一个合作准备了一首什么歌 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为大家唱 就轻唱一首歌吧 叫什么 葛良良 那我们就请高宝丽和二妮 为我们带来葛良良 好 对吧 对吧 把那个嘎嘎嘎嘎 那是一个水 那就是你那样 妙妙ボ Train баб似那个女儿 漂亮 什么 嗓 他 several 漂亮 comprar なく 哥哥哥在那丢 看见流浪个美子 哥哥你就摆一摆手 哎哎哎哎哎哎哎 满天天的那小小 一样满一颗颗苗 有两颗颗嘴鸟 就是彩儿肉 妹妹你又 乔儿哥哥 有意 彩儿肉那个有意 不要嘛不分离 彩儿肉那个有意 彩儿不要嘛不分离 好 谢谢 王坤老师曾经这么说二妮 他说二妮啊 他的声音是一片天籁 在他心中 王二妮是那个最接地气的喜儿 那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看 这位最接地气的喜儿 2011年 在著名歌唱家王坤的策划和指导下 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剧白毛女 在国家大剧院成功再现舞台 在这次副牌白毛女时 王坤大胆启用青年演员 培养了四五个能扮演喜儿的闭角 王二妮就是其中的一个 后来做了以后 我就在四处在找 但遇见她以后我就觉得 她的嗓子 她的气质 她的年龄都很合适的 有点像我在延安遇到这么一个角色的时候 选择我也是说我是农村出身 我有乡村的那种生活 这点我跟她是一样的 在接到喜儿这个角色后 一年多的时间里 王二妮就定期地 到王坤老师家里去上课 从一个眼神到一个动作 从一句道白到一个唱腔 老师细心指导 学生前行学习 终于王二妮自信地 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王二妮的表演 突破了传统的民歌唱法 并在歌剧中注入新的元素 令同样的经典 在观众面前耳目一新 受到老师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她现在成长了 我觉得她应该适当地多唱 不要唱得太多 自己准备好了 另外要做功课 做功课要看很多人的表演 而且你要去倾听一些 观众的反应 你自己选择一个路 阿妮儿啊 我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 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对于一个歌唱演员来讲 能够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 饰演喜儿 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我不知道 你当时在接到这份机会的时候 喜悦更多 还是压力更多 刚开始觉得挺高兴的 但是后来就觉得挺有压力的 那对于你来讲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 因为白猫女这个歌剧 它太经典了 首先 再一个 歌剧就是不像唱一首歌那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 要表演倒白 而且还有最主要的是入戏 然后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还等于是有一些基础 因为我学过戏曲嘛 然后学过一点那个 但是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好 然后王老师那个 他说如果我要野白猫女的话 就是必须要说标准的普通话 那你看里面大段大段的唱段 你是怎么把自己的这个口音 校正过来唱普通话的呢 用什么办法了 刚开始就是 王老师一字一句地教我 我就是只要一唱那个声音啊什么 都没问题 但是一唱就跑到陕北那个味去了 因为我说陕北话唱陕北名歌 就不用去学 就是我自己的特点 我一唱就那个味儿 但是唱普通话 唱王女 她要归韵 就是还要最后要归到那个味上 可是我一归就归到陕北去了 一归就归到陕北 你比如说北风那个吹 你怎么能归到陕北那个味儿呢 陕北话是北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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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普通话是北风吹 A A 就是陕北话不用那个舌头那个 因为我们B英诱的特别多嘛 然后比如说 蝶 我们就说蝶 蝶 蝶 但是普通话是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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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说哎 你就标准了 如果人家不答应你就叫的不对 然后我就接了谁我就爹 爹 然后刚开始不答应 最后人家叫对他们就哎 就都答应了 那今天这样吧咱们也请王尔尼尔给咱们带来一段歌剧这个白毛女当中的著名唱段 北风吹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飘 她也要 uvre 呢 这 文句 实歌 照还是 fam 清 你 谢谢 我等我的爹爹回家過年 風吹那個雪花在門那個外風打著門來門自開 我怕爹爹快回家歡歡喜喜過個年 歡歡喜喜過個年 謝謝 謝謝 你說這孩子為了唱好這麼一個字的吐字歸音 你認了多少爹不容易啊 對 其實這個普通話這個只是一方面的事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王老師唱的那個就是雷解不了 就是這個入戲特別難 剛開始的時候我不是演出還特別多嗎 就到處去演出什麼沒有時間排練 然後王老師就急了 說如果說你不靜下心來排這個 你完全入不了戲 你就進入不了這個角色 然後我記得當時我去大連演出 就是在飛機上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墨戲 就一直就坐在前面我就一直想這個喜兒 就是他爹去死了以後 是什麼樣的心情一遍一遍的墨戲 在飛機上的時候我自己就哭 就投入太投入了也哭的 旁邊那個人以為我有毛病了 這個人咋回事兒 坐在飛機上就哭得呼呼的 就是那麼幾個月然後一直入戲 而且每天排完白毛女的時候 我就坐在車上往回走的時候 就自己一直就感覺就 就長出氣一直 就氣得就一直就那樣 就一直在那個角色裡 投入那個角色 其實這個東西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般的歌手他不會靜下心來去投入 去揣摩這個角色 用了這麼多心 費了這麼大功夫 當你真正站在舞台上唱喜兒的時候 王老師滿意嗎 反正我演完的時候 王老師上來就把我請了一口 那應該是很滿意 其實二妞兒現在除了在舞台上 作為一名歌唱演員為大家唱歌之外 還在身體力行地做著一件事情 就是把家鄉陝北的民歌傳承下去 用一種全新的方式 讓更多的觀眾朋友們了解它 知道它 二妞兒告訴大家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都做了什麼 作為一個陝北人 陝北的一切都是我的最愛 陝北民歌 姓天友已經是我生命當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 挖掘整理和傳承陝北民歌 是我畢生的追求 也是我現在每天張思目想的全部 所以其實以前這幾年 我可能都是在翻唱很多的陝北民歌 老的一些陝北民歌 我也嘗試把老的陝北民歌做了一些改編 因為但是我覺得陝北民歌的發展 最主要的是傳承和保護 因為陝北民歌有很多好的東西 精華的東西在老一輩他們身上 其實在他們肚子裡 我們都沒有傳承下來 以前可能沒有那麼多的 我沒有那麼多的想法 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但是我就是 今年我會把大量的時間 花在這些 搜集陝北民歌的這個事情上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做新的陝北民歌 這個時代的陝北民歌 我想我會努力的 努力的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希望大家能夠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我會各家努力地為大家唱好 謝謝 在二妮節目當中啊 還有一位 可以說是咱們陝北的這個民歌的歌王 二妮一直也把他視為偶像 對 他是西部歌王王向榮老師 今天咱們的西北歌王王向榮先生 也特地趕到了我們節目的現場 來掌聲有請他 歡迎你王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有說起話來中氣十足的 你再軸解吧 你再軸解好一點 我再軸解 我再軸解 謝謝 王先生 您心目當中的二妮是個 啥樣的閨女啊 另一個嘛 誰不有話說 二妮是個好娃娃 為啥說她是個好娃娃 我們有我們的這個自己的品牌 一個是她人存名 存名但不接大 她很老實 但是老實恨到不等於蹦 第二呢 我常說啊 她這個找得不夠 生硬好 是 年齡不大 這自己大 她那個 你說她多少次啊 沒有活腳 可以說在本地來講說跌腳來 我給她說 摔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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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摔到那咱再起 這才是好害 她已經站起來了 她站起來了 所以這就是有山北人那種 祖祖輩輩 那活土地人呢自喬不香 這一點也是按你的這個 過人子處 我唱了一輩子歌 我就希望我們這下一代 像以二年為代表的這一代人 好好把我們這個 山北的這個老仙人留下來的這個 神厚的 非常寶貴的優秀的文化衣裁 帶一帶 就過來傳下去 你的任務可重 傳下去下去 沒問題 二年一定能完成這個使命 你看啊 這個王先生親力親為千里迢小 趕到了中國文藝的現場 所以快把歌王的歌喉展現給我們 大家用掌聲有請他們二位 好不好 謝謝 舞台留給你們 好 把喵頭都還了 把吱看把開 把開惹惹啊 把蝦腸氣 劇把落刀拿 把蝦腸 把蝦腸笑 一邊二邊 一邊一邊一邊笑話 花的花 花光 不衝著把蝦腸 把蝦 把蝦腸 cry 三月里来 什么那个花花那开又得开 三月里来 好心那花花花开呀得开 什么那花 好心花 什么那花花 好心花花花开 好心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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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被 Instead of no Michelle 我一潜懷 花的花 花花花花花花開 花花開花開花開 花開讓然